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世界調查高 大家好,我是小燕子,她是Momo寶寶 今天我老闆特地跟我說要吃Donky 立刻買給它吧 這三個食飯都是Donky的十大榜首 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試一試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好,Let's go 好了,第一樣就是吃了一個波爪子燒 它是價值$29.8 說到這個煎蛋卷,其實我現在有點恐懼 因為上一集我跟老闆吃了一個鬆軟煎蛋卷 如果大家還沒看的話,可以在右上的位置看一看 上次的蛋卷是一點蛋味都沒有 是非常久不回答的 那你這次試一下這個波爪子燒 看看能不能挽回到我對Donky的蛋卷的感覺 吃下去有點像腐皮 你喜歡說話是不是 那我就覺得菠菜和腿蛋混合 菠菜味不出 裡面我只吃到一點肉質色的味道 加上蟹柳光的感覺 兩種混合在一起都是合理的 算是正正常常好味道的 但是你說有某一種好經驗 下次會不會再重新吃的感覺 是沒有的 $29.8,它大概是4.5粒 如果以丁丁的水槽來說 是合理的 那就令到我對於Donky蛋卷 增加了少許分數 然後再來是Donky蛋炸雞 它是價值$39.8 你猜PC炸雞比較好吃還是這個 那我現在馬上試試吧 好,先試試 真的PC炸雞比較好吃 哈哈哈哈 其實這種日本式的微波爐炸雞 它是不同坊間普通的炸雞 因為它的表面加了很多醬汁 它冰完之後 整個口感吃下去 它會有一點黏身、稠身的感覺 它就不是說乾身脆皮的那種 那感覺吃下去 也是十分野味的 這個醬汁還不錯的 但是你說如果 Juicy或嫩一點 就一定是PC炸雞 其實你的PC炸雞是哪一種呢 即是韓式的那種 有一種有錢的韓式 是嗎? 我試試試試看 到時候我挑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不,你自己呢 PC炸雞就 29多元 不知30多元 你那個30多元是有多少 這個價錢39.8元 裡面是300g 剛剛看過的包裝 裡面大概是有10塊 嗯...差不多 這個真的好吃 算是OK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價錢 PC是會... 證價比你會高的 哦... 即是便宜、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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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啦 寶寶喜歡吃的嘛 可以 下次你讓我再送貨回來 轉馬路非和吃吧 一定來啦 飛姐 對呀 飛姐 好啦,最後一個重題 就是石瑤工房 照燒雞扒Pizza 它價值45.8元 照舊吧 比我最大塊 這個Pizza 翻熱之後 Pizza的麵團算是鬆軟的 我覺得確實是難得的 而且照燒醬汁味道香濃 雞肉份量也算多 但是呢 我又建議大家如果吃的時候 在表面再另外撒一些 Mosarola的芝士 或者Trader的芝士 味道會更加突出 雖然它的麵團 鬆軟還鬆軟 但是呢 我也有位置要拆它 因為它這個麵團底 就不是Pizza底 真的好像它包裝的小實名所說 是麵粉團 我覺得Pizza底 吃那個... 底 很重要 不過就不能拆它 因為它真的是這樣寫的 沒有違反三分說明條 只不過這樣 它的價錢方面 就有點偏貴 因為大家可以買一個 即食的Pizza 熱辣辣 拿上手的話 才20元 不過大家在深夜的時候 如果找不到其他即食Pizza的話 吃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放心 我不會買這些東西給你吃 我會自己親手做給你吃 其實它的皮質是有點像印度點咖喱的 對 這樣可以做一個咖喱的Pizza 可能會比較好吃 我覺得這個石窯工房 它在日本應該是專門做麵包的 讓我再游去上網搜尋一下 大家看看這裡 有三種食品 差不多清潔 看來寶寶今天 都是不會炸我型的 對 以上這三種食品 如果下次有機會再吃的話 我還是會照買的 只不過就是除了這個蟹柳 這個你真的不要再買給我吃 你自己留下來做燒藥 大家就自己定了一下 可以買來試一次嗎 好了 那今天的世界調查局 就到暫時位置 如果大家想有什麼新產品 想我來試 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了 那我們下集再見大家 拜拜 你裝什麼小吃 我一向都這麼小吃 是嗎 糟了 裡面是不是雞皮 糟糕了 吃了三個 肉籽卷其實真的很像富貴 你去壽司店買的肉籽卷 其實價錢差不多 好像平 但比它好吃 你不要再去買給我吃 是炸型阿咪的 唉 沒辦法 有人咬